館長陳志翰遭槍擊後 模樣首度曝光 躺在病床上狀態虛弱 右大腿粉碎性骨折 包著厚厚紗布 右手臂遭子彈貫穿 經過8小時手術保住性命 但陳志翰遭襲擊的背後主因 各界眾說紛紜 其中一個傳言 就是他插其台中 我這次砸了兩億 兩億 我把我身家性命都壓下去了 浩子兩億打造 健身房台中旗艦館 槍擊案前九天 館長才PO出影片 公布最新進度 大動作插其台中 卻可能為此惹怒 地方角頭 因為健身房就位在 北屯十一騎商圈 這裡龍蛇雜楚 酒店KTV伶俐 館子前身更是赫赫有名的 尊龍KTV 從黑幫手中租走黃金店面 可能也因此讓館長 熱火上升 來到館長在台中經營的健身房 可以看到目前還有工人 在做最後的趕工 因為預計在九月一號 將會正式開放預售 老闆中槍 員工拜拜祈福 希望風波趕快平息 感謝各位的關心 因為我現在身體比較虛 所以謝謝大家 助理代為開直播 館長沒露面 只透過錄音報平安 被開槍險些奪命 館長過往的囂張起焉 被削弱了多少沒人知道 唯一知道的是 三顆子彈的背後 恐怕黑影床床 記者公寓的王百英 姬冠宏 陳玄 綜合報導